你多大了 还不赶紧找个对象 就知道给你递吵 你再不找对象的话 你别说小奶狗 小奶猫都轮不到你 就是 要不是你姑妈出国 让你在这儿住着看房子 我们才不会让你一个人待着呢 过两天 店铺就装修完了 我跟你爸的主要任务 就是盯着你找对象 盯着你找对象 哦 我再提醒你一句 还有半年 你要是再成不了设计师的话 你就踏踏实实 给我找个铁饭碗工作 知道吗 今年我就去参加 新锐设计师大赛 拿出比您追星十倍的热情 去做设计 一定可以拿到名次的 夜深了 恭请太后 回庆宫就请 恭送太后娘娘 回宫 都早点歇行 行 给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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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初月 听说你去参加年会了 有没有抽到什么大奖啊 我呀 人品爆发抽了个特等奖 什么呀 什么呀 就是这块陨石 说这块陨石啊 被埋在荒原十几年 刚被发现 专家分析它与众不同 我们老板说它花重力 陨石 你要吗 送你了 本宫不稀罕 我稀罕 杨李 回宫 知道 来 早点睡啊 晚安 还真是陨石 你可别一脸嫌弃啊 据说这陨石 有一种神奇的能量厂 能助眠安枕 影响脑电波 说不定你今晚睡觉啊 就能做一个 一夜暴富的美梦 你先把钱还给我 还给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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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好梦啊 拜拜 李初月 你给我等着 没对一项工作差也就算了 抽奖还抽这么个鬼东西 老天爷 睁开你的卡字连大眼睛 看看我吧 小杜小杜 放手杆